新一屆香港小姐手輪面試又結束了 每年都百花齊放 絕對不會令觀眾失望 今年又出一位DSE狀元佳麗 有人評價她似大媽 師姐物名師又怎看呢? 我自己也留意到有一位狀元 因為人們可能覺得我和她有可比性 踢到我 我覺得她的確是非常專注學業的 看得出 我自己也明白 因為自己也曾經經歷這樣的階段 人只有24小時 分配之後就未必可以姑此 未必可以及彼 所以希望她參加到港姐 有機會港姐的好平台去教你 令自己更加漂亮 相信她的進步空間有很大 鼓勵就是 我覺得每人都會有一條路 不會說一定 以前的人要這樣做 之後的人要這樣才可以成功 只要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也有機會殺出一條血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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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